各位叔叔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人物传记,今天来说一个投资了中国半个互联网圈的人,大家肯定猜到了,这就是沈南鹏,他被视为中国风险投资第一人,红杉中国更是成为了超级互联网独角兽的孵化器,他不但把自己创办的鞋成和儒家送上市了,还投资了京东,阿里巴巴,唯品会,美团等知名企业。 1967年,沈南鹏出生在浙江海宁,家庭条件算是不错,母亲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在小的时候,他就经常产生了无数多的奇词妙想,也有很多的问题,而父母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于是就给他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让他自己去看,这也是沈南鹏自小最喜欢的从书。 除了好奇心之外呢,沈南鹏还有极强的好胜心,有一次呢,他跟哥哥出去钓鱼,结果他没钓上来几条,天色江湾的时候,哥哥提出回家,但沈南鹏却表示,钓不到大鱼,他就坚决不走。 七岁的时候,父母为了给他更好的教育,把他放到了上海的姑姑家里。 在大城市里,沈南鹏也开拓了视野,并且发现了自己的数学天赋,他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不喜欢出去疯跑,而是喜欢做数学题。 每周还主动到少年宫参加数学班,一学可就是几个小时,在那个年代还非常不流行课外培训,所以这种孩子一般都被视为了异类。 从小学开始,沈南鹏就是班里的尖辞生,而且不光学习好,他还是个社会人,班里同学打架,他也能轻松的给予化解,甚至比老师都要管用。 79年,沈南鹏进入了上海第二中学,依旧是班上的学霸,特别是数学成绩,堪称是数学天才。 他在中学拿到了全国数学竞赛第一名,也夺得了美国中学生数学境外海外区的冠军。 那么是不是说数学好的人就更容易成功呢?老七觉得可能也不能这么说,毕竟马云这个数学白痴最后也成功了, 而且他的成就还在沈南鹏之上,所以数学可能只是一个加分项,并非是一个必选项。 但是你要做程序员,或者是搞技术,那数学确实有巨大的优势。 15岁的沈南鹏就开始接触计算机了,还参加了中学生计算机比赛,也得到了奖牌。 数学天赋在这方面也为他赋能不少。 85年,沈南鹏进入了上海交大应用数学系,接受全国最顶尖的数学教育。 这段时间里他更像是个书呆子,每天基本都在做题,后来他才觉得好像这么干不太行。 大学里还是要混社会的,所以就去了学生会,而且一路是过关斩将,最后坐到了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的位置。 大学期间他就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 89年他开始奔赴美国纽约,带着300美元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数学。 但是他并没有拿到奖学金,所以生活是非常拮据的。 沈南鹏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因为他从小就背井离乡,自己来到上海。 所以现在到美国也没什么不适应,很快他就结交了一大批的外国友人。 不过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沈南鹏的学习却遭遇到了困难。 原本是顺风顺水的数学神童,突然发现这里他全都是神童,所以他的成绩并不怎么突出。 这相当于在他最有自信的地方受到了打击。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备一个成为数学家的天赋。 他觉得自己可能需要重新的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数学家这条路可能不太能够走得通。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么十几年的梦想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肯定会有迷茫期。 对于一般人来说,回国当个大学教授,混吃冷死一辈子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沈南鹏却非常不愿意这么平庸。 但他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到任何的主意。 后来他了解到一个同学进入了华尔街最好的金融公司,这给沈南鹏的触动很大, 觉得自己也可以照着这条路试试。 于是他就改学商科,学MBA需要很好的数学基础, 这让他这个本身就是数学专业的人,反而容易很多。 所以最后他决定自己积极备考耶鲁商学院。 后来沈南鹏回忆,他母亲就是国企负责人,也许经商就是一种家族传承。 耶鲁大学我们就不多介绍了,他培养了五位美国总统无数的诺贝尔奖。 耶鲁商学院那时候也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沈南鹏呢,其实在这里并没有学习很久,只待了两年时间,但这两年足以改变他一生的人生轨迹。 92年他正式毕业,获得了MBA学位,这并没有让他有多兴奋。 因为等待他的将是激烈的求职竞争,他慢慢没想到自己有耶鲁的MBA加持,竟然也遭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因为当时在美国社会MBA其实并不怎么流行,很多企业对此也并不怎么认可。 再加上毕业的人数本身就不少,极所名校MBA加起来只有1000多人,特别是华尔街,一看他是来自于中国的,基本上就不愿意再深聊了。 因为中国人在美国去搞投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此时沈南鹏唯一能做的就是寄出一张又一张的简历,他现在除了等待别无办法,他主要求职的方向,一个是华尔街的投行,另外一个就是咨询公司。 但他基本经验为零,所以这两个行业都很困难,他几乎跑遍了华尔街的每家公司,但依旧是一无所获。 最后花旗银行给了他面试的机会,经历了残酷的五轮面试之后,沈南鹏也把握住了这个难度的机会。 他的数学功底和逻辑能力在面试中打动了主考官。 但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公司里面,沈南鹏的工作也就是个跑堂,别人不爱做的跑腿类的工作才能轮得到他去做。 知道找工作有多困难的沈南鹏,则倍加珍惜这样的机会,他每天都在加班工作,从没有在七点之前下过班。 一干就是两年,在这期间呢,沈南鹏开始积攒了自己的经验,逼着自己不断进步。 他一开始也想在花旗银行慢慢的就这么打怪升级,一路晋升,但是后来国际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他这个想法。 从94年开始,不断有中国企业来到海外上市,大量投资银行也开始进入中国。 此时,当年那个没人要的中国人沈南鹏,一下就变成了一个香波波。 能力突出又有中国背景,还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又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还有国际投行经验,多项符号加深。 那么沈南鹏的机会一下就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不要妄自菲薄,只要你肯努力,等待环境一变,你就有大限伸手的机会了。 此时很多投行对于沈南鹏都抛出了橄榄枝,此时他并不只看重工资,他更看重的是职业机会。 换句话来说,他已经在用投资的思维在思考事情了,重要的并不是现在去赚多少钱,重要的是未来他能让你有多大的成长空间,未来能够赚到多少钱。 沈南鹏最后看重了雷曼兄弟,这是一家不断创新的投行,他当时正在开拓中国市场,而沈南鹏的背景刚好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双方是一拍即合。 对于沈南鹏来说,加入雷曼,他就相当于接触了全球的顶级投资者,也能有机会成为中国政府要员或者是商业领袖的座上宾,所以会极大的拓展他的人脉和资源。 在雷曼他又干了两年,就又不满足了,后来又去了摩根大中旗下的汉华银行做ATMG的业务,但经历同样很短暂,他就又转投了德意志银行的投行部门,担任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国部高管,全面掌管中国资本市场业务。 那一年他才30岁,所以当时机来临的时候就要敢于跳槽,更多的履历和经验会让你加速的成长。 所以这个思想一定要打开,不要总觉得跳槽不好,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里面越有能力的人就越要快速的跳槽,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你的核心竞争力。 老齐在2010年之后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平均两年就跳一次槽,到了2016年自己创业才算是稳定下来。 在这个快速跳槽的过程当中,你的资历都会快速的成长,反而是当年那些没怎么跳槽的人,现在还在原地踏步。 到了德意志银行,沈南鹏终于开始展开双翅,自由翱翔。 在三年时间里,他先后参与了七八家企业的融资,大部分都获得了成功,还为中国财政部在欧洲发行了5亿马克的债券。 所以你想想,在这些年里,他接触了大概都是什么层级的人,他的能力也逐渐得到了圈内的认可。 比如一家公司叫做外高桥,原本不得不把大厦抵押给银行,也融不到多少钱。 而沈南鹏帮他们把融资规模从5000万美元扩大到了1亿美元,还调整了他们的融资结构,这一下整个项目就活了。 所以在投融资圈里,沈南鹏口碑极佳,这些投行的经验,让他练就了一手看公司的好本事。 一些公司他大概一看就能够八九不离十。 94年以后,中国就开始陆续有互联网企业。 99年之后,中华网成为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概念,而此时沈南鹏已经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了。 99年春节刚过,沈南鹏和梁建章到朋友祭祺家里砍大山,结果居然聊出了一个大生意,也就是携成网。 这几个人是很有缘分的。 梁建章当年一起跟沈南鹏参加中学生计算机大赛也得到了奖牌,后来进入复旦计算机系学习,之后又去了乔治亚大学。 毕业之后在甲骨文公司做研发,而季祺则是沈南鹏的交大校友,跟梁建章刚好有业务往来。 那么三个人到底是怎么商量创业的呢? 咱们明天继续来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沈南鹏传》。 昨天我们说到了99年的春节,沈南鹏还有梁建章以及季祺三个人扯闲片,主要谈的就是互联网的发展趋势问题。 此时沈南鹏早就想自己干点什么事情,这三人又刚好是互补。 沈南鹏善于把握商业模式,还能搞定融资,而梁建章是做研发的,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而既其所有丰富的创业经验擅长于销售。 所以没有比他们三个人组合在一起更合适的了。 沈南鹏说,当时支付和物流体系都很不健全,互联网基本上就是门户模式,只能够浏览信息。 所以如果从门户模式开始出发,往前多走一步,又不能走到电商领域,那么中间地带最好的行业恐怕就是旅游了,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商品流通环节。 当时国内的旅行社是很多的,但盈利水平却在不断下降,毛利率不足10%,但是旅行社占有率又很低,只有5%,大部分还都是散客。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些需求和供给都对接上,那么就会产生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旅游已经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了,甚至比买汽车还要多。 后来沈南鹏他们又吸引了一直从事旅游业的贩敏加入,组成了携程次君子。 沈南鹏在协程网的地位是CFO,也是最大的个人股东兼任总裁,所以他的本职工作就是去搞钱,但是又不限于搞钱。 沈南鹏的投行背景发挥的淋漓尽致,他通过三次收购案,一上来就把协程网带上了快车道,并购现代运通商务旅游有限公司, 使得协程网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商旅服务企业和最大的宾馆分销商,并购北京海岸机票预定中心, 使得协程网拥有了一只庞大的呼叫系统,并购华城西南旅行社,让协程网进军自助旅游市场。 所以沈南鹏之于协程网就相当于一个资源整合师一样,瞬间用拼积木的方式把协程的基本模式给固定了下来, 创办仅仅四年就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一开始呢,大家以为协程网跟其他的旅游网站是一样的,就是介绍一些旅游的信息, 但沈南鹏对于协程网的定位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 他要对接全方位的旅游服务,不但包括旅游线路,还要能够订机票订酒店, 他还要复制美国模式建立强大的呼叫中心, 他打出了鼠标加水泥的模式,说白了就是线下和线上进行打通, 用线上作为连接,但必须要屯兵于线下,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服务关系, 所以他这属于是提升了一个维度,很快就有人站出来不干了, 说你这是不正当竞争,并抓住他,没有旅游业经营资格, 更没有机票代理资格而烦难,但其实呢,协程网的模式是自助游, 也就是说客户自己去订机票,根本不是旅行社也不用机票代理, 协程的新模式打破了固有的旅行社的瓶颈, 原来呢,旅行社凭借自己手中强大的客户资源, 不断的打压机票,酒店和门票,旅游的时间也操纵在旅行社手里, 而客户的满意程度普遍不高, 还有整个旅行社服务人员众多,管理成本很高,反应很慢, 最麻烦一点就是旅行社呢,往往都是区域性的, 很难做到跨地区服务,反过来说,如果客户要选择自助游, 他们就无法拿到更低的价格,所以不得不依托于旅行社, 而携程要干的事呢,就是要在这中间地带求发展, 让客户,让用户可以用旅行社的价格去进行自助旅游, 老齐多说一句,其实任何市场的中间地带, 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创业空间, 比如教培行业,就是那些上不了名校, 还想接受名师指导的学生们准备的, 而老齐的粉丝群和高净值社群呢,也是一样, 就是为那些不够私人银行资格的用户, 提供类似于私人银行的服务,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否定那种既要又要的需求, 仔细想想,也许反而在里面会有更多的机会, 沈南鹏为携程网建立了一个六sigma的管理体系, 说的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要争取做到一百万次服务, 无缺陷无差错,但这个事呢,就忍者见仁, 忍者见智了,反正老齐使用携程网的次数并不多, 肯定不到一百万次,甚至连一百次都没有, 但我已经赶上了两次酒店预定错误,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能够最终入住, 不过客观来说,现在你也只能用携程网, 至少这出了问题,你还有点说理去, 沈南鹏呢,还是想出了很多的新花样的, 比如对于因为自然灾害而造成的体验变差, 他们还给了相应的补偿方案, 这种旅游保证基金呢,在行业内也属于是首次, 这一下呢,引起了不少的好评, 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宣传, 携程网的做法基本上就跟传统旅游行业反着来, 传统旅游行业里面什么是痛点, 他们就要解决什么问题, 99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四个人一共就凑出了200万, 这点钱显然是不够的, 搞钱就成了沈南鹏最大的责任, 结果他就用了10页PPT, 就从IDG那里划了来50万美金作为种子投资, 不过IDG也没客气, 直接拿走了他们20%的股份, 后来携程一直亏钱, 不到一年时间基本上资金又见底了, 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虽然投行出身, 但此时呢,沈南鹏也觉得有点犯难, 后来他一顿操作之下, 有软银牵头IDG跟头, 五家机构再给他们凑了450万美元, 同时呢, 携程网也完成了VIE架构, 为海外上市做足了充分准备, 沈南鹏也用这笔钱, 开始了携程网的快速并购之路, 紧接着第三轮融资, 沈南鹏拉来了美国凯雷集团, 又找来1100万美元, 这些钱入账之后, 携程网自认为基本上就不缺资金了, 在2000年左右, 上亿元的资金储备确实是足够花一振的了, 但是呢,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全球大危机,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 各家公司都在倒闭的边缘, 连阿里巴巴都差点死掉, 携程网呢, 此时也是如理薄冰, 虽然钱已经入账, 但是生意模式上还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如果后续没有资金进来, 那么能够继续维持多久, 大家其实心里一点都没底, 沈南鹏此时也是压力山大的, 毕竟他是全村人的希望, 融资这个事, 全公司都在眼巴巴的瞧着他呢, 当时呢, 他一开始谋划, 拿到更多的资金之后, 就去收购一笼, 从此一组江湖, 但后来钱没拿到, 一笼呢, 落入了别人的口袋, 这意味着激烈的竞争, 可能才刚刚开始, 直到2015年, 协程网才终于花了4亿美元的价格, 并购了一笼网37.6%的股权, 失去了外部的并购能力, 于是呢, 他就只能向内部要业绩了, 提升管理水平, 什么六Sigma管理, 还有一些业务, 都是那时候被倒逼出来的, 他们要尽快的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 在资本寒冬之下, 尽快扭亏为盈, 堵住这个烧钱的漏洞, 才能继续活下去, 2001年, 他们签了2000加9件, 定房交易额呢, 多达5个亿, 2002年呢, 交易量再翻一倍, 成为国内最大的宾馆分销商, 至此生存危机基本化解, 后来呢, 他又做了票据业务, 将机票服务放到了网上, 并向全国快速复制, 2001年协城网开始逐步盈利, 沈南鹏已经开始为纳斯达克扑路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场巨大的麻烦, 他又来了, 非典在国内爆发, 严重影响了旅游业务, 协城网也遭遇到了巨大的亏损, 当时他们只能升停着, 庆幸的是上次非典没有持续多久, 协城网很快也就缓过来了, 如果真跟这次新冠疫情一样, 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协城网了, 此时G7对沈南鹏说,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公司各条业务线都已经成熟, 而梁建章也说, 公司系统已经搭建完成, 那意思就是说, 人家的工作都完成了, 下一步就看你沈南鹏的了, 但当时其实资本之路并不畅通, 国内非典一营还被散去, 国外因为安然丑闻和多起财务造假案, 收起了监管, 所以2003年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上市窗口, 但沈南鹏不想等了, 他到香港, 新加坡和伦敦转了一圈, 然后就到美国的波士顿, 纽约, 旧金山和丹佛, 每一处都要进行庞大的路演, 最忙的时候, 一天要开10厂投资者见面会, 行程极其紧张, 但是索性努力没有白费, 后来协城网股价定在了14到16美元, 然后又上调到了18美元, 2003年底, 协城登陆纳斯阿克, 成为新浪网易搜狐之后, 第四家美国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开盘价冲到了24美元, 首日交易以34美元的价格结束,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完美, 协城网也成为了三年来, 美国资本市场上首日表现最好的IPO, 当时披露的业绩显示, 协城网营业总额是1.73亿美元, 净利润是5381万亿人民币, 而协城网一次性筹集到8000多万美元, 为热后发展留下了充足的子弹, 而此时, 他在国内已经吃下了在线旅游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市场优势, 那么沈南鹏又是怎么点评这次上市成功的呢? 协城上市之后又做了哪些改变呢? 我们明天接着来讲吧。 各位叔叔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图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讲沈南鹏的故事。 昨天我们说到了协城网上市, 沈南鹏谈了三点感受, 一是上市公司要更加专注主业, 以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上市之后必须要做到行业领头羊,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二是透明度, 原来股东就十几个, 很好协调, 现在股东增加到了几千个, 所以你要不断的向大家解释你的业务, 汇报你的工作进展。 第三就是股价波动是比较大的, 任何一些事情都有可能引发股价的大幅变动, 所以必须要更加小心, 不但得把长期的经营做好, 短期的股价也不能太过于放任。 其实上市之后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持续的进行高增长, 如果你要是不能够做到增长, 那股价就肯定会跌, 而你要维持高增长, 就必须得招更多的人, 把业务量铺得更大, 所以带来的经营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后来几位创始人是相继出走, 沈南鹏去搞他的儒家和红山中国了, 而梁建章则到美国去求学, 季奇去了做了汉庭酒店, 公司就剩下泛民才看摊, 于是对手就开始觉得有机可撑, 纷纷发动攻击, 比如去哪网上线, 直接抓取携程网对应的产品报价, 携程投诉到工商部门, 而去哪则反过来向媒体爆出了很多的行业内幕, 塑造了自己挑战者的形象, 一下就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关注, 成为了携程强劲的竞争对手。 到了2010年, 翼龙也从困境中苏醒过来, 然后直接挑战, 然后直接发起了价格战, 公然挂出横幅, 比携程贵就赔三倍的差价, 携程不但要应对各种的价格战, 还要防着对手过来挖人, 所以一时之间是非常的慌乱, 最倒霉的是人家没上市干啥都行, 而你携程是上市企业, 稍微有点动作就会影响股价, 由于携程被对手搞得麻烦不断, 所以股价也从50美元跌到了15美元, 更让沈南鹏他们头疼的是, 这两个对手还很会摇人, 翼龙投靠了腾讯, 而去哪儿则投靠了百度, 背后的金主是要钱给钱, 要流量给流量, 携程反而处于了防守地位, 2012年梁建章重返协程, 开始大刀阔斧的反围剿了, 一方面砸5亿美元下去, 开始价格战, 另外一方面出手并购途牛, 巩固自己的战略优势, 然后还花费重金, 请明星代言, 到了2015年, 先后合并了一龙网和去哪儿网, 由此基本完成了一统江湖的大业, 但后来这些事基本都是梁建章在干了, 而沈南鹏此时已经不在协程, 在做协程的时候, 沈南鹏注意到了一种新的生意, 当时的酒店出租率其实并不是很高, 普遍在70%到80%, 而有一种连锁式的小酒店, 出租率保持在了90%以上, 这种小酒店主要有两个品牌, 一个叫做锦江之星, 另外一个叫做新亚之星, 是中国最早的连锁型经济酒店, 然后沈南鹏就想起来, 自己在美国的时候, 也曾经看到过大量的这种低星级的酒店, 所以他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于是他展开了一场细致的调查工作, 发现两家小型酒店有很多的共同特点, 比如都是连锁型酒店, 布局在经济发达地区, 选址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段上, 没什么奢华的服务设施, 但基本上干净整洁低价, 所以这也是一个中间化的市场, 既没有星级酒店那么富力弹簧, 也不像传统小旅馆那么脏乱差, 价格也是不上不下, 给了很多人更多的选择, 符合一些小公司或者一些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标准, 2002年, 沈南鹏就开始创建了儒家连锁酒店, 当时携程已经快上市了, 他手里也有钱, 也正好在携程网的产业优势上做延伸, 他把定位锁定在中低端商务人士和休闲旅游人士身上, 用低廉的价格加更好的服务来吸引消费者, 他们在细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比如主色调,地毯,家居用品都做了专门的设计, 而在软服务上, 细致到杯子和洗漱用品的摆放还免费提供了WiFi, 而沈南鹏自己说, 儒家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五星的床, 四星级的房, 三星的堂, 对应两星级的价格, 儒家要保证消费者舒服的洗个热水澡, 然后躺在床上看电视, 十年间, 儒家保持了25%到200%的高速增长, 2011年营收就接近了40亿, 现如今, 儒家已经有了5个酒店品牌, 合一酒店, 儒家精选酒店, 儒家酒店, 莫泰168酒店和云上四级酒店, 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 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酒店品牌体系, 在做儒家的时候, 沈南鹏也走了一定的弯路, 一开始走的是加盟模式, 但是后来出了好几次事故, 让儒家的品牌形象受损, 所以他最终很快就决定叫停这种盲目的加盟店模式, 甚至最后三四星级酒店找到了沈南鹏, 希望加盟进来, 相当于就是让儒家过来进行管理, 在每家酒店身上, 他能轻松的赚到100多万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沈南鹏最后也没干, 他很怕砸了自己的招牌, 一开始儒家大部分都在直营, 只有37家特许加盟店, 这都是沈南鹏亲自选了又选, 挑了又挑的, 而且店长还得都从总部派遣, 为了对于员工进行统一管理, 他甚至还建立了儒家酒店学院, 对店长进行严格的培训, 有经济学家把儒家的成功, 归结于不追求星级, 不照搬国外模式, 从消费者体验出发, 用不到的设备和服务一切从简, 从而让房费大幅下降, 只要200元就可以住得很舒服, 比如大酒店一般都是中央空调, 客房与员工一比一的比例, 而儒家都是分体空调, 100间客房, 使用30人管理, 儒家也不提供什么冰箱, 因为基本没啥用, 就那几罐冰镇饮料可以到前台去拿, 还比如, 为啥儒家要用黄色为主视觉呢? 就是因为黄色对于平整度的要求是最低的, 他可以省下很多装修的钱, 儒家也不用什么地毯, 而是用更好打理的地板, 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人工的成本, 像什么宴会厅, 会议厅, 娱乐设施, 健身房, 电影院, 他全都不要, 只要有个吃早饭的地方就可以了, 这就叫做反不归真, 只关注高品需求, 低品的那些东西能省就省, 沈南鹏要求儒家只要做好, 卫生安全热水毛巾, 价格低廉就足够了, 这就是低端商务人士的最朴素的要求, 由于大部分都是直营店扩张, 所以速度一开始并不快, 但是投资回报率其实直营店还是很划算的, 到了2004年, 他在8家城市开了26家酒店, 营收9000多万, 利润将近600万, 2005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到了78家店了, 营收接近2.7个亿, 而净利润已经近2100万, 发展势头是越来越快了, 到了2006年, 门店已经超过了120家, 他也成功的在纳萨克上市, 成为中国酒店海外上市的第一股, 到了2015年, 儒家旗下已经有3000多家门店了, 最难的一年就是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儒家在2007年第四季度亏损1500万, 但这笔损失基本上都是因为并购, 七斗星酒店所带来的影响, 并不是经厂性损益, 他在主营业务上, 在金融危机当中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甚至以前很多大公司的员工都要住星级酒店, 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 只能驱逐他们的快捷酒店了, 所以当大家一致看衰的时候, 沈南鹏去要求逆时扩张, 他要在金融危机当中扩张200家门店出来, 对于儒家, 沈南鹏基本上就是把握大的战略方向, 具体执行的工作他都交给了CEO孙坚, 这个孙坚原来是一出莲花的市场部总经理, 然后又到百安居做了营运副总裁, 后来被沈南鹏说动, 挖来了儒家负责具体的运营工作, 沈南鹏给了CEO孙坚绝对的权利, 甚至直营模式为主, 都是孙坚提出来的, 孙坚还着手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系统, 能让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不掉链子, 儒家推行一套全员绩效考评管理系统, 店面员工的收入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 而店长的收入与整个儒家的经营业绩挂钩, 也就是说每个店长不要总是想着自己或者是自己店面多要预算, 而是要站在整个集团的利益上去思考问题, 克服困难, 在整个儒家发展过程当中, 一开始的130多位店长只有4人离开, 所以这是一支相当稳定的队伍, 而沈南鹏自己则继续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资本运作, 一开始儒家只有一千万的资金, 对于一个相对于重资产的行业来说, 那么这肯定是不够的, 沈南鹏马上又找到了IBG, 咳着一只羊好羊毛, 再加上美国的梧桐创投, 基本上缓解了儒家初期的资金压力, 沈南鹏还投资500万, 为儒家打造了一套中央管理系统, 对于整个人力信息进行整合, 他每天只要一打开电脑, 就能看到儒家酒店的经营数据和科研结构, 2006年10月, 儒家上市, 距离携程上市其实也只过去了三年时间, 这沈南鹏又到纳斯达克来瞧钟了, 当年他们已经有了130家店面, 年收入近2.5亿元, 超越了井江之星, 成为了同类市场第一, 首日收盘价已经达到了22.5美元, 而沈南鹏持有儒家的股价, 市值也已经高达了5亿人民币, 梁建章夫妇和季琪手里有大把的股份, 也都价值数千万美元, 儒家这次上市也成功融资1亿美元, 用于继续扩大连锁规模, 很多人都觉得三年两家企业上市, 身价过亿的沈南鹏应该休息休息了吧, 但是沈南鹏却说, 所谓改变就是从原来9点开始工作, 下半夜1点开始休息, 变成了现在的8点开始工作, 下半夜2点休息, 赚的钱越多, 他反而是越来越忙了, 那么沈南鹏在儒家上市之后, 还做出了哪些重要的战略并购呢, 咱们明天接着来讲吧, 各位说的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沈南鹏传, 昨天我们说到了沈南鹏带领儒家纳萨克上市, 但只做到内生性增长肯定是不够的, 沈南鹏要的是更快的发展速度, 所以他亲自为儒家设计并购计划, 比如最大的一次就是2011年并购莫泰1689店, 花了他足足4.7亿美元, 这笔并购完成之后, 儒家就与七天酒店拉开了巨大的市场差距, 并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的站稳了脚跟, 但是当时这笔并购啊, 很多人都是不看好的, 因为并没有什么差异, 儒家呢, 也不打算在风格上给莫泰168做些什么改变, 所以如何做到双品牌战略运营, 这是一道难题, 但是男朋友认为只要能扩大规模, 整合的那些事情可以慢慢的后面考虑, 后来呢, 他们也确实把莫泰的风格重新打造了一遍, 形成了德系设计的清新简约的风格特征, 2012年, 儒家出手5980万人民币收购了地区品牌一家快捷, 当时呢, 这家公司运营13家酒店, 共计1284间客房, 主要呢, 都集中在了安徽省合肥市, 沈南鹏的眼光还算是很不错的, 那几年呢, 快捷酒店是蓬勃发展, 除了儒家之外, 像什么七天, 苏巴, 汉庭, 九九连锁, 如雨后春水一样, 市场迅速进入了饱和状态, 经济型酒店呢, 投资是比较低的, 一家酒店只需要投资几百到一千万元, 而且它的回报也很快, 远比那些动辄就投资上亿的五星级酒店, 更能够吸引资本的关注, 到了2015年6月, 是南鹏和梁建章他们又开始在资本市场上, 启动儒家的退市程序了, 准备私有化之后, 回到国内市场, 私有化回购股份价格呢, 是32.81美元一股, 也就是说, 10年之间, 其实儒家在美股上只涨了50%左右, 回报率简直低的惊人, 美国人对这种商业模式似乎并不怎么认同, 七天酒店更惨了, 上市三年还处于跌破发行价当中, 所以在资本市场上, 其实根本就没有反应他们这几年的增长情况, 沈南鹏认为那还不如退下来, 这样呢, 没有财务报表的束缚, 反而可以卖的步子更大一点, 后来呢, 儒家回归国内跟手铝合并, 变成了手铝儒家酒店, 不过股价表现依旧不怎么好, 也就是2018年的1月份之前涨了那么一下, 然后呢, 就又掉下来了, 在疫情期间更是雪上加霜, 股价呢, 甚至跌破了一半, 沈南鹏有过两家企业成功上市的经验, 对于他的投资能力呢, 也有极大的提高, 他说创业即使走对了方向, 即使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他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个51比49法则, 也就是说, 只要是多数人认可就可以投资了, 有些企业没有获得投资, 可能只是遗憾在一两票上面, 这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呢, 投资有很大的偶然性, 即便是顶级的投资大佬, 他也没有100%把握的事情,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什么都对, 但就是做不成功, 所以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 一定要随时做好失败的准备, 另外呢, 创业者还必须要善变, 要始终以一种变化的心态去面对市场, 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 沈男朋友后来呢, 他还会看自己在2002年去IDG融资的时候, 那份商业计划书, 发现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 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再好的创业设计, 也不可能预计到后面的实际情况, 所以好的企业并不是规划出来的, 而是真枪实弹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合格的CEO就要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商业计划书, 改变自己的策略方向, 沈男朋友回忆自己的创业成功呢, 就是因为他能放下华尔街精英的身段, 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很多高材生创业往往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不愿意做简单的公司, 上来就要搞复杂的商业模式, 沈男朋友他们一开始做协程的时候, 就是先从网上订房开始的, 这是最简单, 但也是旅行者最为迫切的一个需求, 这比订机票要简单的多, 然后他们就开始递推一家酒店一家酒店的去谈, 并且回来都挂到网上, 再然后就是建立呼叫中心了, 消费者打电话来, 那么就会有人帮他完成订房的操作, 当时就有人嘲笑他, 说你一个华尔街的投行精英, 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 跑回来去给人订房, 这都是黄牛干的事, 他能有什么前途, 后来他把订房这个事做好了, 自然就有了流量, 通过收购也就有了机票预定和旅游服务的业务, 于是也就成就了协程网的三大业务板块, 老齐其实也是深表认同, 创业就一定要先把最底层的用户需求抓住, 然后在服务中不断的寻找他其他的痛点, 一个一个去解决, 在解决痛点的过程当中, 你的业务板块也就逐渐成型了, 沈丹鹏总是强调互联网只是载体, 你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到底要干的是什么, 不要为了互联网而互联网, 互联网的生意原来其实都有, 只是我们用新的连接形式给他重新塑造和赋能而已,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生意模式, 好的生意一定是盈利十分简单的生意, 比如谷歌, 百度就是卖广告, 而盛大和腾讯就是卖点卡, 卖装备, 亚马逊卖书卖货, 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他们的盈利方式, 你把赚钱的方式做得越简单, 赚钱也就会越容易, 因为你的主任业务就会突出, 环节就会少, 所以变量也就会变得比较少, 所以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也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家公司到底靠什么赚钱, 盈利模式是否足够简单, 比如很多人都问老齐军工能不能买, 那么你知道他到底靠什么赚钱吗, 你可能连他的产品似乎都没见过吧, 那么等他暴跌的时候, 那么你怎么去确定他的基本面到底变化没变化呢, 创业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要老想着特别复杂的那些业务, 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一种成功, 那种一上来就用十几项业务, 几大模块的公司, 那么没有一个资本会喜欢, 老齐原来做股权投资的时候, 一看PPT上有几十页, 上面描述了好几个业务模式的时候, 我肯定就知道这是在浪费时间了, 沈南鹏的两次创业, 他其实都是一个布局者, 但他并不是具体的执行者, 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当CEO, 他深知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他只愿意做自己的优势项目, 也就是所谓的长版理论, 创业者要先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短版可以找合伙人来进行弥补, 当时他做协程网的时候, 也是先想好了自己的退路, 大不了就干不成呗, 但人脉其实也没丢, 回到华尔街可以继续干他的投行, 多年投行经验让他更加熟悉了投资之道, 他说你手里有100块钱的时候, 那么最多只能投出去20块钱, 不要孤注一掷的去冒险, 他把股份和公司管理权也分给了梁建章和季奇, 其实也相当于把这个风险给分散出去了, 市场中一直都有一个二八定律, 提高服务质量就能帮助企业占有80%的市场份额, 从而进入行业优秀的20%的企业之列, 这充分说明服务就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 做好服务就是你市场竞争的胜负手, 之前我们讲段永平和雷军的时候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 把售后服务把控住, 可以让你迎来后发先制的机会, 现如今是一个信息高度统明的社会, 一个顾客不满意就会影响他身边30个人的购买意愿, 沈南鹏一开始把鞋成和儒家的核心竞争力都定位在了服务上面, 甚至他不惜投入重金, 比如建立鞋成的呼叫中心, 以及儒家学院都是为了标准化服务而保驾护航的, 他说负面口碑都是致命的, 你做好了没有人表扬你, 但是你做不好的话, 那么一下负面口碑可就出去了, 制造业有一组数据, 80%的产品销售来自于不超过20%的中程消费者, 而60%的新顾客来自于现有顾客的推荐, 吸引新顾客的成本大约是维护老顾客成本的3到5倍, 一个忠诚的客户可能为你带来八单新的生意, 沈南鹏说, 鞋成网曾全力以赴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像制造业一样生产服务, 尽管服务是感性的东西, 但是感性的服务必须要用理性的指标来给予量化, 所以最后鞋成网要用服务态度, 反映速度, 准确率, 这些指标量化自己的服务产品, 至于资本, 这是沈南鹏的强项了, 在他的创业当中, 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谁拥有资本, 谁掌握了资本, 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互联网行业是成本前置的行业, 所以一定是烧钱的, 仅仅靠创始人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拥有更多的资金, 就能让你在早期的竞争当中率先脱颖而出, 会让你的胜率大大提升, 此外, 好的团队也是创业的重要资本, 沈南鹏的背后一直都站着这么几个朋友, 比如季奇, 他带领三家企业到纳斯阿克, 乔中上市, 比沈南鹏还多了一次, 相比于沈南鹏这种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投行精英来说, 那么季奇呢, 是贫苦的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 凭借着一路的勤奋努力, 自己考上了上海乔中大学, 到了大学之后呢, 他更加的珍惜这种学习生活, 甚至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 不断的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 那么他毕业之后有哪些的工作经验呢, 又是怎么跟沈南鹏他们走到一起的呢, 咱们明天接着来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沈南鹏传, 昨天我们说到了他的创业小分队, 季奇呢, 是沈南鹏在上海较大的校友, 他读的是工程力学专业, 尽管他学习很努力, 但是毕业之后却依旧没有在上海找到合适的工作, 回到了老家南通, 四处求人才在第二设计院找了一个职务, 但是他并不甘心, 觉得好不容易混到了上海, 怎么又回到老家了呢, 于是他就告诉家里人不去上班了, 他要返回上海, 重新开始考研, 那会正好赶上了南巡讲话, 所以很多大学生啊, 已经开始睁眼看市场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 季奇不光像书呆子一样努力学习了, 而是跟人一起开了一个电脑公司,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早就接触计算机了, 组装电脑是很赚钱的生意, 甚至当时我们讲马化腾的时候, 他最早也是帮人传机器的, 季奇就这样, 几个月时间就赚了几万块钱, 他在上海交大礼, 一下就从土豹子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毕业之后呢, 他有机会进入宝洁这样的大公司, 但是呢, 他不想把户口迁到广东南海, 他就想留在上海, 所以最后放弃了宝洁, 去了一家计算机服务企业, 这家公司呢, 当时非常破旧, 他甚至直接跟老板摊牌, 说自己就是想混一个户口, 但没想到他在这个破公司, 一干就是两年半, 因为在这里他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他也被赋予了很多的权利, 甚至他竟然拿下了上交所的生意, 直到职位空间变小, 他才选择了离开, 后来他来到美国探亲, 与在甲骨文的同学喝咖啡,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 95年他回到国内, 就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 先是跟别人合伙, 之后呢, 又自己单干, 赚了一百多万, 在这期间呢, 他认识了甲骨文做研发的梁建章, 那时候梁建章已经是中国区的咨询总监了, 后来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 也在一起探讨互联网到底该怎么创业, 在创办协程网之前, 记起在97年已经创办了一家公司, 就叫做上海协程科技公司, 所以所谓的协程四君子, 记起是唯一一个有创业经验的小老板, 2002年记起其实已经从协程抽身而出了, 去创办了儒家, 还成为了儒家的首个CEO, 儒家早期的设计全都是记起做的, 后来沈南鹏才找来了孙金, 顶替了记起, 而记起也没闲着, 2005年他另起炉灶, 自立门户, 做了汉庭酒店, 但明确表示不与儒家竞争, 相当于2003年协程上市有他, 2006年儒家上市还有他, 而到了2010年汉庭上市呢, 更是他自己的买卖了, 再说梁建章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孩子, 69年出生, 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从小被人称之为大头神童, 作者说能在上海被称之为神童的, 一共就两个人, 一个是梁建章, 另外一个就是义区网的老板烧一波, 梁建章呢, 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自学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 然后呢还对电脑编程颇有心得, 他自己竟然开发出了一套自动写诗的程序, 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的诗歌文献, 还把这些东西都做成了程序, 获得了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 在这次大赛上, 他也认识了以后的合作伙伴沈南鹏, 梁建章的天才之处, 其实就在于他过目不忘,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随便翻翻书, 然后每次考试都是高分, 初中都没毕业, 他就考入了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的少年班, 结果复旦又没毕业, 他就直接去了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 20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硕士学历, 博士没毕业就进入了甲骨文公司, 一直干到了97年, 他内部竞聘回到了中国, 从技术研发转向了管理服务, 比如民航的财务管理系统, 电信的管理系统都是梁建章当然做的, 因为业务的原因, 他跟季奇认识之后, 两人就一起探讨, 哪些互联网形式比较适合于国人, 梁建章本身就酷爱旅游, 所以他想做一个旅游网站试试, 后来这才有了邪城网, 2005年梁建章从邪城离开, 又去了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 这一走他就是8年, 过着隐居一样的生活, 2013年才重新回归, 重新执掌了邪城的大权, 最后说说范敏, 他也是上海交大毕业的, 是4个人当中最懂旅游行业的, 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个行业当中, 甚至还在宾馆里站过大堂, 后来又跟上海旅游局选拔的20个人, 去瑞士洛桑进修, 也在这段时间, 范敏接触到了国际旅游酒店服务, 所以相当于他是一个既有基层业务经历, 又有国际事业的这么一个人, 到了99年加入邪城的时候, 范敏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10年时间, 做到了上海新亚集团酒店管理公司的, 副总经理的位置, 这是一家国企单位, 待遇超好, 有房有车有司机, 后来季奇找到了这个校友, 三人一起上阵, 说服了范敏下海, 最终范敏决定搏一把, 创始团队合伙人其实是十分重要的, 最好是一个互补关系, 每个人只需要发挥长板优势即可, 邪城四君子当中是没有国王的, 甚至没有前头人, 但是由于他们四个各管一摊, 基本上完全没有冲突, 所以就相得一张, 树立了一个高效团队的榜样, 作者说创始人要尽量打破CEO情节, 一开始你可以带着团队冲锋, 但是人的经历和思维认知都是有边界的, 一旦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需要请专业的人来做更专业的事了, 沈南鹏之所以成功, 就是他一直不做CEO, 比尔盖茨在微软做大之后, 也重金请来了鲍尔默, 而谷歌创始人是拉里佩奇和谢盖布林, 后来担任CEO的却是施密特, 这就需要创始人有更加快阔的胸襟了, 企业能不能走得长远, 其实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人, 所以要不断的加强对于人才的培养, 要给他们更多的表现自我的机会, 说完了创业者沈南鹏, 我们接下来重点讲讲投资家沈南鹏, 如果提到国内的最佳创投人, 沈南鹏绝对算是头一位, 甚至没有之一, 甚至他以投资人的身份都入选了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2005年, 沈南鹏既弄着携成又在管理着儒家, 大家以为他已经忙得是不亦乐乎了, 但此时他竟然还有功夫去干其他的事情, 在红山基金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 还有道格·莱奥内的支持下, 沈南鹏创立了红山资本中国基金, 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投资人, 这里老齐多介绍一下红山资本, 这是72年成立的美国的创投基金, 号称硅谷风投之王, 也是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之一, 曾经投资了苹果、思科、甲骨文、雅股、 谷歌等知名的互联网巨头, 沈南鹏其实就相当于是背靠大树, 开展了中国的投资业务, 2006年在儒家上市之后, 具体运营业务他都交给了CEO的分间, 自己则更多的做起了投资业务, 在2015年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红山中国就已经管理了12家基金, 规模达到了78个亿, 到2021年8月份老齐录这本书的时候, 红山资本中国基金已经多达了1000亿的规模, 他已经超过了高领资本和腾讯, 成为了全市场作为活跃的创投基金, 这几年沈南鹏也是战绩卓著, 为投资者没少赚钱, 比如360和唯品会, 他就大赚了5亿美元和2.37亿美元, 而在京东的投资当中, 他也获得了100倍的回报,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沈南鹏个人, 而沈南鹏则表示, 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中国文化和商业惯例, 在中国不用怕动用的人头多, 也就是说在决定投资一个企业之前, 必须要全面深入的进行调查, 红山中国拥有一个50多人的团队负责禁制调查, 以及挖掘新的投资对象, 经常在禁制调查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发现这个企业的问题了, 然后就终止了投资行为, 他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惜的, 而是感到很高兴, 因为这让基金躲过了一劫, 沈南鹏的红山中国并不是坐在家里等生意的, 而是经常要主动出击, 比如他们主动联系了唯品会, 在客户服务台留言, 这让唯品会的CEO沈亚都感到十分的吃惊, 谁都知道红山中国很出名, 没想到他们竟然自己找上门外, 而投资骑虎360纯属是个人好物, 沈南鹏跟周空一是老相识了, 在他创立协程网之初, 他就已经认识周空一了, 沈南鹏后来告诉老周, 说你做什么我都会投, 他相信老周一定能够搞得成, 而周空一最后说, 跟红山中国的谈判其实很顺利, 他们并不是有多认可我们的生意, 而是认可我们的团队, 大家知道红山中国是因为他投了很多的科技互联网企业, 但其实他啥都投, 医疗健康, 新能源制造, 消费服务, 再加上互联网, 这是他的四大业务方向, 据说沈南鹏每年要见创业者多达150多家, 平均两天就要见一个人, 而每年投资大概能覆盖25到30家公司, 这几年随着规模越来越大, 应该是只多不少的, 老机也比较了解这些人, 基本上他们上天飞的时间, 都比在地上待的时间要长, 在机场你遇上几个投资大佬, 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事情, 有时候的行程安排特别紧张, 很多奇葩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比如创始人要到机场去跟这些投资人见面, 还有ABCD四个公司都要跟投资人见面, 为了节约时间, 结果这些人都被约到了A公司, 明天我们就继续来介绍沈南鹏的投资生涯和经历, 以及他的黄金搭档, 咱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伙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沈南鹏传,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黄金搭档张帆, 沈南鹏当年还以个人身份做过投资, 入股了分众传媒, 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张帆, 他当时只有28岁, 就已经当上了德鹏杰全球创意投资基金的副总裁和中国首席代表, 这个基金主要负责美国以外的全市场的投资, 而张帆自然也是希望把主要的目标锁定在中国市场上, 当时德鹏杰也投资了分众传媒, 所以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 后来两个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于是就决定一起来创办一个专门投资于中国的基金, 这就是红杉资本中国, 他们也配合十分默契, 一个常驻上海, 一个常驻北京, 红杉中国也能南北呼应覆盖全国, 他们的第一笔钱就给了齐虎, 一笔就投下去了2000万美元, 而当时他们的基金一共才2亿美元的规模, 后来是男朋友不断的帮齐虎进行再融资, 等到齐虎上市的时候, 红杉中国5年之间赚了72倍, 利润已经接近了5亿美元, 2006年他们还投资了大众点评, 其实才给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后来又投了他的对手美团网, 给了1000万美元, 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做法, 在创头圈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那意思就是我看好这个赛道, 然后多方押注, 无论以后谁能够走出来, 我都有巨大的回报可以拿, 这其实跟咱们这边在2G市场上买行业指数是一个概念, 2008年之后, 红杉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不断的攻城掠地, 有一种说法是那些成功的互联网项目, 得有一半都是红杉中国投资的, 其实老齐解释一下, 有的时候不是说沈南鹏看人的眼光有多准, 他的投资都成功了, 而是因为他的规模足够大了, 影响力足够强了, 所以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反而提高了, 最后你也很难说到底是因为项目好, 还是因为资本强, 反正最后就是双方相互成就, 2010年之后, 红杉中国更是把投资的重心放在了新技术和新经济领域, 重点瞄准了电子商务企业, 甚至还去布局中通物流, 他就要重点打造一个电商生态圈的概念, 什么唯品会, 马萨马索, 还有好乐买, 图牛, 驴妈妈身后都有红杉中国的身影, 此外沈南鹏还做了很多的另位投资, 比如布局农业, 投资了利农集团, 他要用互联网加农业的概念来进行对接, 希望能把以色列的模式带到中国, 还投资了红梦卡通, 把红猫蓝兔这些卡通形象收入囊中, 他的理由就是要打造中国的迪士尼, 皮克斯和梦工厂, 相比于欧美日这些超级巨头, 我们的动漫企业还是很弱小的, 需要资本的赋能, 因为动漫也是一个十分烧钱的项目, 比如功夫熊猫这样的顶级制作, 差不多都得一亿美元才能搞得定, 但国内电视台收购价格其实非常低, 很多时候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还有一个公司就是众合保险, 老板郑磊之前就跟沈南鹏有过业务朗来, 后来受到了一些挫折, 2003年他东山赛企业从太原杀回到了北京, 成立了北京联众保险代理公司, 连续两年增长超过300%, 后来需要资金进行扩张, 但没好意思直接跟沈南鹏说, 沈南鹏是从美联证券的刘二飞那里得知的这个消息, 当即就打电话给郑磊, 直接就把钱打给了他, 沈南鹏的投资是很快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思考快, 看人也是很准, 对创始团队的判断是第一位的, 但他还要看企业有没有独特的商业模式, 沈南鹏说, 我们投资一家企业很少考虑他什么时候去做IPO, 我们需要先考虑他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轨迹, 他能否成为市场的领先者, 此外他还要看看企业的商业模式, 对于中国市场是否会有帮助, 能不能像谷歌和雅虎那样, 成为中国下一代企业的风向标, 虽然资本是无情的, 但是资本的管理者必须要有情, 更要有社会责任, 他的责任就是再造几个像邪成和儒家这样的企业, 能够多招人, 多纳税, 更能够解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问题, 老七还得补充两点, 那么为国家经济的大局服务, 解决国家经济改革中的痛点和难点, 而且还不能给国家添乱, 沈南鹏当年以个人身份入股了分众传媒, 那几年江南春是很火的, 本来他是不需要个人投资者钱的, 但是被沈南鹏的个人经验所吸引, 反过来沈南鹏也非常看好江南春, 这个人是激情四射的, 而且不怎么说空话, 乘坐的东西基本都能做得到, 脑子也特别灵活, 当年就是看到了电梯口贴的小广告, 于是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生意, 2005年就带领着分众传媒到纳斯达克去桥中上市了, 正当大家都觉得江南春应该坐享喜悦的时候, 沈南鹏告诉他赶紧去收购巨众传媒, 江南春也是立马照办, 这家巨众传媒是分众在市场上主要的对手, 甚至一度打乱了分众的节奏, 沈南鹏的策略就是直接收购, 最后分众传媒支付了9400万美元的现金, 以及2.31亿美元的股票, 将对手直接收入囊中, 也相当于上市穆斯这点钱, 基本上全都一次性的打干净了, 但也奠定了他在未来十几年的市场上, 分众再无对手的江湖地位, 沈南鹏的投资基本有三大原则, 一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他不会在池塘里养鱼, 也就是说这个生意未来得有百倍千倍的增长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爆炸力, 第二就是出色的创始团队, 注意光是创始人能力还不行, 助手和团队必须要有所协调, 像携成四君子一样类型互补, 是最好的创业团队模式, 第三就是独特的商业模式, 说白了就是你到底怎么赚钱, 跟别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还得给资本解释, 为什么这个事必须是你来干, 别人不能抄袭, 如果到处都可以复制, 那么这个商业模式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后来沈南鹏还分享了六条秘诀, 简单好记, 分别是看人模式执行力课单量效率和数据, 再重复一下, 看人模式执行力课单量效率和数据, 再好的模式也得有适合的人去执行才行, 人靠谱了其他的东西才都有意义, 即便是生意出了点偏差也都能纠正过来, 沈南鹏很享受这份工作, 因为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活力四射的创业者, 也能够听到很多脑洞大开天马行空的想法, 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会有非常强烈的满足感和新鲜感, 所以尽管很累很忙, 但却痛病快乐着, 沈南鹏的投资风格不拘一格, 什么都投, 他最早的时候已经布局房地产行业了, 比如一居中国的前身金锋一居, 就是他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投出来的, 2007年一居中国到纽交所挂牌上市, 沈南鹏又大赚了一笔,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沈南鹏也多次谈到他的投资理念, 他说有两个方向, 一是买赛道, 二是买选手, 买赛道是红杉资本历史悠久的风格, 他们一直秉承着赌选手不如赌赛道的论断, 比如红杉中国在国内的布局, 整个电商赛道就是这个思路, 2007年开始, 从阿里到京东, 唯品会, 剧名优品, 美丽说, 密牙宝贝, 甚至还有一些锤子类的东西, 他们都参与了投资, 还有大的文娱方向, 比如万达影院, 阿里影业, 博大影视等等, 后来欧托欧方向上的美团, 点评, 饿了吗, 感激, 红杉也都有布局, 也就是说, 他真的是沾边的企业, 全都收入囊中, 你们无论再怎么竞争, 人脑的打出狗脑子来, 红杉中国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但是沈南鹏自己也有心得, 他说在中国赌选手, 其实更重要一些, 他甚至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创业者进行交流, 甚至谈一谈工作创业以外的话题, 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 沈南鹏说赛道很重要, 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发展, 那么公司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但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 绝对是车手会更重要一些, 因为赛道可能会随时发生改变, 好的车手有重新调整方向的能力, 也鉴于此, 他们考察一个项目, 甚至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有投资圈的同行这么评价沈南鹏, 说他有胆量, 在姚明五岁的时候就进行投资, 而我自己可能要在姚明二十岁的时候, 都不一定敢做出这个决定, 这主要说的就是沈南鹏比较有胆识, 他敢于在早期下注, 他认为经济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 现在竞争完全不是什么大鱼吃小鱼的过程, 而是快鱼吃慢鱼, 他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快鱼在竞争中获胜, 这个理论其实最早是由斯科的钱博斯提出来的, 钱博斯就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其实就是快, 拥有了绝对速度, 那小公司一样可以掀翻那些巨头, 其实这个是沈南鹏身上也是有血的教训的, 2008年当年金融危机大爆发, 京东是生死一线, 面对线上阿里, 线下苏宁和国美的竞争, 京东根本就看不到希望, 那会刘强东急的是一夜白头, 沈南鹏拿到京东的报表也是很犹豫, 最终放弃了投资, 后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刘强东找到了金瑞资本的虚心, 从他那里拿了2000万美元, 从而续命成功, 这让沈南鹏是懊悔不已, 2010年他们不得不花出很多的成本, 才成为了京东的股东, 两年半的时间, 其实京东的估值涨了40多倍, 所以自此之后他就引以为戒了, 不再去优柔寡断, 正所谓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那么明天我们再讲讲沈南鹏拒绝掉的那些投资, 看这里面有没有放走的大鱼, 咱们明天再见。 各位叔叔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沈南鹏拽, 昨天我们说到了投资家沈南鹏, 那么他在投资过程之中, 有没有拒绝掉哪些项目呢? 还真有, 比如口袋购物, 2011年这家公司成立三轮融资, 先是拿了京伟中国1200万美元的A轮, 然后华平投资又给了他千万美元的B轮, 2014年腾讯直接给了他3.5亿美元的巨款, 但其实口袋购物当年最早找的就是红杉中国, 但是沈南鹏却一直拖着不做决定, 不说投也不说不投, 最终导致他们投向了经纬的怀抱, 沈南鹏当年有自己的考虑, 他认为微商还没有形成气候, 口袋购物上来就融这么多钱, 有点泡沫的意思, 甚至他做了调查, 90%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口袋购物这家公司, 也没有使用过他们家的产品, 所以他认为公司还不是很成熟, 站在2021年的角度, 再翻回头去看沈南鹏的决定似乎是正确的, 后来微商也确实没做起来, 口袋购物依旧没什么市场分合, 当年中国还出现过一轮太阳能热, 自打无锡上德去美国上市, 施政荣登上中国首富宝座之后, 一时间得有十几个太阳能的公司要去美国上市, 红杉中国自然也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的赛道生意的, 他们密切接触广泛调研, 但最终还都放弃了, 很多人不解, 这显然是一个高大上的创新业的行业, 那么为啥沈南鹏要放弃这次机会呢? 他的答案就是, 一个高度依赖归成本企业的前景是值得担心的, 当时大家都在赚太阳能的快捷, 一级市场给到了15到20倍, 而二级市场能给到50倍, 转手就能翻一到两倍的回报, 但这种事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只要多金归一涨价就全都不赚钱了, 老七也多说一句, 其实有一点可能作者没有提到, 那就是沈南鹏还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这两个拒绝的行业, 那么其实都是短期过热价格偏高的, 他犹豫是有理由的, 如果一级市场都这么贵了, 那么二级市场就很难有退出的机会了, 通常股权市场别超过10倍的估值, 除非有特别大的爆发力潜值, 沈南鹏其实更看好的是二次或者是三次创业的人, 还有一些在创业团队中担任过高管的人, 这些人已经经历过市场的洗礼了, 起码知道该怎么去少走弯路, 他们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兼具投行创业者和投资者身份, 让沈南鹏看项目也越来越准, 不当家不吃柴米贵, 你自己没有独立过过日子, 自然也就分辨不出哪些公司是好公司, 这点老旗是高度赞同的, 如果你自己没做过企业的话, 那么在投资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也根本看不出到底什么是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和价值, 等到市场大跌的时候, 自然也就很难去坚持了, 而做过企业的人更容易聚焦在企业的业务上面, 而忽略市场的短期波动, 沈南鹏甚至说, 如果创业公司是一个司机, 那么他就是旁边的地图, 红杉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企业长期成长, 给钱给资源更要给经验, 沈南鹏是不建议企业太过于急躁的, 特别是着急融资着急上市, 他说一个企业家还是应该把心态放的平和一点更好, 做企业就应该抱着做百年老店的想法, 如果在传统行业当中50年打造一个品牌, 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走的太快就很容易留下一些阴影, 不过这里老企业并不是特别理解, 因为之前沈南鹏也强调过快鱼吃慢鱼的道理, 所以这不能一概而论, 看到底是什么行业什么企业, 要是互联网上的生意反而不能够做的太慢, 企业家要有梦想, 这个梦想不能是钱, 如果你太在乎钱就不会对企业负责了, 有一些诱惑可能你就会直接把企业给卖掉, 为了钱创业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他见过不少的企业家把公司卖掉落在维安了, 丝毫不顾及员工和客户的感受, 当你把钱的概念拿掉之后, 才会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生意的本质, 沈南鹏他们最先关注的一定是企业的商业模式, 其次就是创业团队的热情和能力, 如果有人不断吹嘘自己的公司, 未来能有多大的盈利空间, 他们反而会感到谨慎, 说明这个企业家的眼里似乎只有钱, 暴露了他的本性, 当他眼里只有钱的时候, 他就很难走得长远了, 旁边有个什么诱惑, 他就会跑偏, 企业赚钱固然很重要, 但是创造社会价值才更加重要, 老齐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上来就眼里只有钱的话, 反而说明没见过钱, 格局就太小了, 这种企业即便能赚钱, 也都是赚的是小钱, 给资本带来的回报不会特别的大, 沈南鹏一直都有一个观点, 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把客户给服务好了, 最终该赚到的钱也就都出来了,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成章, 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立足于长远, 需要找好大致的方向, 比如红杉中国, 他们的第一个方向就是电商, 旅游O2O和互联网金融四条赛道, 投了200多次, 几乎把当时所有的电商企业都投了一个遍, 被称之为买下了整个的中国的电商赛道, 之所以这样, 就是因为沈南鹏他们认为, 消费品将是大势所趋, 作者并没有说太多, 但是老齐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随着经济的增长, 外申动力必然切换到内申动力, 之前都是出口投资, 拉动着经济增长, 之后必然要靠内申性的消费升级了, 那么电商就是消费升级绕不开的渠道, 所以布局电商相当于就是在布局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期, 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有需求的地方才有生意, 有巨大需求的地方才有着伟大的生意, 那么消费这一块肯定就是最高便, 用户也数量最多的领域了, 企业应该时刻把长期利益摆在首位, 这样当短期和长期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就知道该如何去做出选择了, 比如客户需求这一块, 短期降低客户的体验感, 利润就能做出来了, 但是客户不满意就会走掉, 中长期业绩肯定就会受到影响, 老齐创业这几年也深深有个体会, 那就是不要害怕客户的抱怨, 客户抱怨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就拿老齐的读书圈和粉丝群来说, 一开始给大家读书, 大家就想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怎么用, 于是我们就开了粉丝群, 结果现在粉丝群比读书圈的人还多, 在粉丝群里面有人提出了, 你讲了这么多, 有没有傻瓜式的操作啊, 于是我们又给出了几大组合, 怕大家跟不上DIY的节奏, 还给出了几个省事的半次种组合, 后来大家又不满意了, 又想从头学起, 那么我们又开了小白营, 也有一些朋友呢, 希望线下降个面, 或者呢能够来点更加激进的, 更加多元的产品, 这样我们又开设了高净值服务群, 总之呢, 就是要把大家服务好, 把你们服务好了, 老齐这边也就会越来越值钱, 之前呢我们追着机构跑, 但是现在我们聚在一起, 已经形成了一个几百亿规模的力量, 那么机构已经越来越重视我们了, 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高级定制化的产品, 所以同理, 你做生意的时候是否也可以采用这个思路呢, 别害怕客户的抱怨, 别嫌他们烦人,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得到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 消极的人则会直接拉黑烦人的客户, 积极的人则开拓新的商业模式, 还比如沈南鹏的儒家, 解决了大量的住宿生意之后, 其实也就获取了市场的流量, 那么多的差录人士, 有时候就需要买一些什么土特产品的, 儒家反过来还提供了电子商务服务和快递服务, 可以帮着客人把商品运送回家, 这就扩大了他们的服务边界, 自然也就获得了全新的业务模式, 如今儒家优选商城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业务板块了, 风投行业里这几年也是越来越浮躁, 很多人并不是在做投资, 甚至他就是在做投机, 能够很快上市的公司, 他们才愿意去参与, 然后上市之后立即就退出, 但沈南鹏不屑于赚这些钱, 他不想做这种套利上的生意, 他要雪中送炭, 而不是要锦上添花, 他希望帮助中小企业一起成长, 当然这种乐观也是建立在他足够的谨慎的前提之下的, 他说自己投资项目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稍微有一点怀疑的地方, 可能就会终止他的投资, 而一旦认定要投资的项目, 他们在后面就会持续的给予支持, 比如二轮三轮的融资, 他们甚至会主动的帮着联系投资者,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沈南鹏的投资哲学, 第一条就是小心谨慎, 现在数万亿的资金都盯着婴儿气的企业, 也有数十万的企业到处在做了演讲, 把项目吹得天花乱坠, 就等着融资呢, 沈南鹏他们看上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发了芽儿的那些种子, 很少做那种种子还没有种下去的投资, 也就是说你至少得让他看出个大概的眉目来, 休想带着几页PPT就把他给忽悠了, 那么这么多年来, 沈南鹏有没有投杂的项目呢, 咱们明天接着来讲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沈南鹏赚, 昨天我们说到了沈南鹏的投资哲学, 第一条就是小心谨慎, 但在股权市场,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率非常高的市场, 甚至风险极大, 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一定上市退出的, 很多企业确实给红杉带来了几百倍的回报, 但是也有不少企业是始终不温不火, 所以媒体经常批评, 说沈南鹏又把某个项目给搞砸了, 但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来说, 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会失败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神仙也不可能做到百发百中, 即便在二级市场的巴菲特, 有些投资也不赚钱是很正常的, 老秦也经常告诉大家, 我们投资要的是概率, 要的是总账户盈利, 而不要在乎一成一成的得失, 这种失败是必要的损耗, 不用太过于纠结, 你要是一个项目都不想承担亏损, 那么反而会让收益变得更低, 最后你也就只能去买国债了, 第二条原则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投资是个盖楼的过程, 需要不断的在网上添砖加瓦, 有些企业就是集天时地利人和, 但最后却怎么做都不成, 就是因为细节没有做好, 沈丹蓬说, 他看的人和项目都很多, 虽然不知道谁肯定成功, 但至少他知道谁不是一个好的CEO, 曾经找他投资的朋友并不在少数, 但是他当年也只投了江南春, 很多企业的老板总是觉得自己产品能用就行, 了不断的去追求营销的效果, 而很少注重用户的反馈, 也不怎么愿意打磨产品, 这方面乔布斯他就是一个好的榜样, 乔帮主当年是有点强迫症的, 比如最早的苹果电脑, 乔布斯要求他们把机箱内的螺丝的位置, 做到对称摆放, 而电路板也要整齐划一, 而沃森尼亚克一脸不解, 问这些东西有谁能够看得到呢, 而乔布斯说, 我看见了, 必须照我说的做, 第三就是不重视人才, 最终将无人可用, 沈南鹏经常从商学院毕业生里面来招分析师, 然后让他们跟着自己参加董事会议, 慢慢的积累了一支50来人的团队, 沈南鹏挑人有三大看点, 第一就是要诚信, 第二就是学习能力, 还有就是对于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了, 他希望招来的员工都是因为喜欢这个企业, 喜欢这份工作, 而不只是过来打工赚钱的, 另外他还主张人尽其财, 物尽其用, 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财富, 高明的管理者应该能够充分让下属发挥出聪明才智和能力, 第四就是抉择必须要当机立断, 沈南鹏总说, 对于一个投资家来说, 选择能够成功的创业者是一门艺术, 很多创业者失败并不是项目失败, 而是自身的能力不够, 所以好的项目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执行人, 人和项目务必要做到匹配, 在一些人生重大决策上, 大家也都要有杀伐决断的能力和决心, 比如有人一直想创业, 最后却因为优柔寡断而耽误了时机, 这种人就不太适合做企业的领袖了, 老企业有同样的感悟,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很难的, 但是一旦你朝着这个方向开始努力去做, 那么很多问题和不成熟的地方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也有很多事情做不起来的, 做不起来没关系, 马上调整方向, 快速试错, 低成本试错, 逐渐的就能找到自身的出路了, 第五就是红山中国的世界里面没有创业寒冬, 最近几年媒体都很悲观, 那么甚至说这几年就是创业的寒冬了, 但是沈南鹏却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他说红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创业寒冬, 你们说的寒冬其实正是我们的播种期, 红山的投资主要分为这么几大类, 什么电子商务, 这是他们最看好的领域, 然后还有金融类, 本地生活类, 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类, 还有就是医疗健康和旅游类, 其实真正做投资的人都是愿意看到冬天的, 因为只有冬天企业才能够便宜, 只有便宜价值和安全边际才能体现出来, 相当于风险有限而收益无限, 比如当年他投奇虎360的时候, 2006年他一共才给了700万美元, 拿到了8.5%的股份, 后来企业一上市就价值5亿美元了, 翻了70多倍, 相反如果大环境太好, 什么都会很贵, 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 反而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 相当于收益有限了, 但是风险却无限了, 所以一般喊市场寒冬的, 要么就是媒体, 要么就是经济学家, 真正做投资的人没人这么喊, 因为到了冬天大家都会感到很兴奋, 很饥渴, 第六就是保持饥饿感和热情, 周鸿一说沈南鹏一直是一个饥饿的人, 主要就是精神饥饿, 他每天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 不停的在打电话接电话, 恢复各种邮件, 对工作充满热情和激情, 他经常说, 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了, 没道理不去干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红杉中国未来的投资版图, 其实每个投资公司都有自己的版图规划, 老齐原来所在的那家公司, 也有这方面的规划, 无非就是用谁的钱, 投什么样的产业, 如何退出, 甚至有的LP还会要求你每年的投资数量, 红杉中国在2008年之后, 每年要投出30多家企业, 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一半的电商项目, 他们都基本收入囊中了, 也就是说电商这个生意, 只要是别太差, 中等偏上, 他们都要掺和一下, 巨美优品, 红杉是2011年的时候, 就投了千万美元, 占比18.7%, 三年之后上市市值40亿美元, 红杉获利80倍, 但后来巨美优品又失败了, 那都是后话了, 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来说, 红杉中国已经算是成功了, 2014年他又投资了本土的美妆品牌韩后, 上亿美元的A轮融资, 所以后面才有了韩后这个品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韩后借助红杉资本的投资强势崛起, 进入了1万多家专营店, 还借助屈真市的渠道进行销售, 带动整个美妆的本土品牌崛起, 把外资品牌的占有率压降到不到一半, 有人说, 看看5年前一级市场上什么最火爆, 5年之后二级市场就有可能有绝对的机会, 从美妆和新能源这块来说还真是这个道理, 他们广泛接受一级市场投资的时候, 刚好就在5年之前, 沈南鹏的红杉中国不光参与创业项目的投资, 还参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并购案, 比如参与赛格威和Night Boach的合并, 小米将9号平衡车收入回下, 而红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沈南鹏说, 这是中国电子消费产品证明自己的机会, 开始逐渐的进行海外并购, 他们对于优秀的制造业企业也是极为看重的, 像大江无人机其中也有他们的投资, 不过沈南鹏也有看走眼的案例, 比如最早期的互联网金融, 他们也没少投资, 但后来这条赛道基本上就全军覆没了, 还有K12教育像什么YPKID, 2017年沈南鹏一下就给了2亿美金, 助他们完成了地轮融资, 但是2021年结果一声令下, 后面也很可能会发生血本无归的情况, 沈南鹏认为年轻的创业者要有5大特征才能够成功, 首先要能够承担风险, 创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所以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很可能跟你之前想的会完全的不一样, 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 新技术新理念会层出不穷, 很多时候你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就已经过时了, 如果音寻守旧不愿意开放, 那么可能就会失去调整的机会, 第三就是持续的投入资本和资源, 有些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需要你不断的进行投入才行, 才能够开花结果, 当年如果携程不融资也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第四就是用长期的观点和视野去看待企业, 第五就是追求卓业, 要对产品有一定的偏执, 力图做到最好, 此外就是创业者必须要有长板, 工程掠地的时候一定是靠长板理论的, 而守成才需要你去弥补短板, 所以必须把我们的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才行, 短板的弥补就需要合伙人了, 这就要谈到人脉的问题了, 一般单打独斗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需要有人进行辅助, 最好能够跟你能力互补, 就跟我们做投资组合一样, 不相关的技能才能够平抑市场波动, 老期见过有个创始人团队, 原来都出自于某个销售公司, 基本技能也都一样, 人脉资源也一样, 这样的团队成功率就很低了, 那么怎么才能获得人脉呢? 需要我们多参加活动, 多参加行业交流的机会, 特别是结交一些人脉领袖, 很多时候找到这样一个人, 你就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关系了, 再有就是要做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 其实创业就是投资, 反过来说投资也要有创业的心态, 不熟不作, 你得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才行, 自己的能力圈在哪? 再去努力奋斗和坚持, 如果对于一个行业完全看不懂, 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都会失败, 举个例子, 比如雷军, 他在做小米电动车之前, 就先把未来小鹏理想都投了个遍, 不惜拿出真金白银套取情报, 目的就是在自己投入重金之前, 给自己增加一些经验, 避免那些试错的风险, 最后一点就是必须要坚持持续的创新, 创业和创新是永远分不开的, 没有创新, 创业自然也就不能成立, 而且这个创新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它要持续的满足各种客户的需求, 比如微信当年在跟米聊的竞争当中, 就是因为它的创新速度更快, 没几天就能推出一个新功能, 所以才最后赢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赢得了整个移动互联网的传票, 如果当时让米聊赢了, 那么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江湖恐怕就要被改写了, 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们讲述了一个并不完整的沈南鹏的故事, 红杉中国目前还在国内叱咤风云, 未来沈南鹏也一定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产生, 所以还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刻, 明天我们开始新的学习。